人标题乡村爱情中的李副总宣布已经离婚 不做夫妻仍是朋友乡村爱情故事这部剧 陪伴着很多观众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大家对于这部剧也是有诸多的看法 而随着这部剧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一步 剧中的很多人人物们的命运也都发生了一些 变化西中李副总这个角色还是备受关注的 因为是剧中最大的白富美 而在现实生活中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生活也同样精彩 他就是周一南 很少有人能想到周一南其实还是一个90后 而在最近他也在微博公开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算是给一直以来都关心他的人 一个正式的回复他表示 自己其实已经单身多年 这个消息也让不少网友都纷纷意外 毕竟很多人都知道他还有一个好几岁的儿子了 而在微博的留言中周一南也表示称虽然离婚了 但是和前夫即便做不成夫妻也还是朋友 貌似早就已经从上段婚姻生活里走了出来了 所以这样看的话 他也是一个独自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 对于他的生活 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有着很多的疑问 从他平时发布的状态来看 可以看出来他现在过得还是很潇洒的 前一段时间更是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而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闺蜜们 还有宝贝儿子 他也经常po出自己在外旅游的动态 所以一开始的 也被网友们猜测日子过得这么潇洒 是不是嫁入了豪门 但是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事业拍摄乡村爱情故事这么多部了 片酬应该还是不少的 也足够支撑自己过一个有自有为的生活了在他的闲暇时光 他也会带着儿子四处游玩 他从来都没有透露过孩子的父亲是谁 大概也是不想把自己的私生活过多的暴露在公众视线中 只是不少网友都觉得 这样的他其实也是最好的状态了身边有可爱的儿子和娇心的朋友 更是有自己的收入来源 从之前公布的照片上网友们 也是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 李总的前夫是一位富豪身价不菲 但是其他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看来 即便冷离了婚 有这样一位有钱的前夫女方 也肯定不用为生活发愁了 而周一南在现实中也是颜值与身材 并存了短发的他 看上去也是满满的干量感 可以看出日子过的 还是很称心如意的 在乡村爱情故事中 雷厉风行的李副总 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明媚坦荡的女神 希望她往后也越来越好